我們陳主任委員各位相關政府部門主管各位委員同仁媒體朋友 那麼有關於農業部的這個組織法還有農業部農村發展署的這個組織法的這個草案 那麼本席還有我們可以說跨黨派的 那麼37位委員這個共同這個連署提案 那麼就是希望就是我們的新成立的這個農業部 能夠體現這個我們農田水利會各方面的一再的這個陳情 因為他們表示全國農田水利會灌溉轄區高達38萬餘公頃 那麼生產環境好產量高那麼是最重要的農業生產區 而且農田水利會下面這個會下面轄屬的龐大的這個產業 而且農田水利會的組織綿密會員多數會員數多達153萬餘人 而且都已經完全落實這個自主自治而且民選 那麼在這一部分他們是希望說能夠政府能夠重視農田水利會的這個業務 因為現在政府在缺水的時候 往往一調動水的時候 那麼最保障民生用水然後其他的農業用水 其他就被犧牲那當然了整體的這個水源水權的規劃 跨部會之間的這個協調啊都需要提高位階 那麼過去啊就是在省政府時代啊 它是分屬兩個科啊 後來才提升位階啊到我們的農委會啊 那麼能夠在農委會下面設農田水利處 那在這一次的這個農業部的這個整個的改組裡面啊 發現了又走了回頭路 把這個農業部這個下面設一個農村發展署 下面設一個科啊 來主管農田水利的這個業務啊 他們覺得這樣子的話 對於農田水利 對於這個農民的這個農業生產區的水源的灌溉啊 都是嚴重的這個負面的這個影響 所以他們希望啊能夠在農業部下面啊能夠設農田水利施 啊那因為那這樣子啊 所以說本席等38位委員呢 我們共同大家提37位委員共同提案啊 修改農業部的組織法 啊我們再提出再修正的這個動議 還有農業部農村發展署啊 在這個組織法再修正動議 我們在這邊呢也特別希望啊 我們的這個陳主任委員呢 能夠從善如流 您講說到目前為止啊 說只有七星水利會的會長陳毅榮 全國水利會的會長陳毅榮啊在反對啊 事實上並不是如此啊 那麼我們所接獲的各方面的陳情啊 都是希望啊能夠維持啊 在農業部下面設農田水利 呃施 而且最近 嘉南農田水利會啊 全台灣最大的這個農田水利會的會長啊 還在報章雜誌上投訴啊 說今天的政府啊 就是這樣子昧於民意啊 啊意義孤行啊 啊那麼事實上說把農業部下面的農村發展署裡面 設一個農田水利的業務啊 他們說完全是不倫不類啊 就等於是農 因為農村發展啊 是希望我們的農村的老舊啊 農村要改建都市的農村的風貌要更新啊 所以說農村發展是集中在人所農民所居住的這個環境的區域叫農村 那麼農村以外的是農田水利的灌溉區啊 你把農村以外的跟這個這個農村裡面的併在一起 那就等於是你把設一個署叫做都市與鄉村發展署一樣不合理啊 所以他們在這邊都有投出一再的反映意見 我們也希望陳主委還有我們相關政府部門的主管啊 能夠體現民意啊 能夠從善如流 三十七位跨黨派的這個委員啊 共同的這個提案啊 我相信這股民意也希望陳主委 還有政府相關部門能夠重視 謝謝